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,屏东建议员蒋岳会为公永路拓宽案反拆迁护生员,在柴屋抗争中要伤女警手臂,事后送花至警局没人力当场暴哭,也因这件事让她一息间暴红。 网友开始注意这位无党籍议员,了解后发现她有助多年善行,形象一息大逆转,网友翻出蒋岳会日前在议会质询屏东县长盘孟安的影片,网友大赞她认真态度,直呼使政界一股清流,蒋岳会带出写有抗议的帽子,各种资料准备齐全。 对于公永路拓宽案逐一提出问题问屏东县长,不料县长的回答让她不甚满意,不知道,不清楚的回答让蒋岳会直言你都没什么了解,题目我前一天就给你了。 咨询表现也让网友改观频频赞赏蒋岳会再次道歉,光看议员咬警察便怒骂蒋一员,了解乃做的一切后,乃才是现金的清流,对不起, 全力支持您,看了质询内容,她真的有做功课,是认真在为人民服务的好一员,将约会由黑翻红,资料找,记者侯程序社。 哦, 那我资料看了谢谢你,